今天来修一个常年没有订过体铁的马蹄 由于是刚刚参加训练一直没给他穿鞋 蹄子一直是自然磨损 所以能修的地方其实并不多 这次修好体铁先给他穿上鞋 等他的蹄子长得足够长了再来修 这样反复两三次他的蹄子就会变得很规整 他总想自己也看看 可能他也觉得解压吧 每个视频下面都会有人问我到底疼不疼 这是角质层啊 角质层不会疼 上个视频有人提出想听听马定长以后走路的声音 这期就安排上